我们现在是到了东郊的椰林这里 我们来逛一逛 因为刚刚开车的时候 也发现了这边全是椰子 满山遍也全是椰子 椰子树 路边也有好多卖椰子的 那我们去买点椰子看看吧 看看这边椰子价格怎么样 这里有好多人 这里有仙榨椰子汁 仙榨椰子汁 椰子高 里面是椰子 椰子 买一个三块钱一个 三块钱一个 热的吗 热的 热的你可以尝一个 你拿一个尝尝没 买叶子高尝一下 热的还可以 尝一下 哎呦还挺粘稠的 真的好粘糊 椰子是拿里面的椰肉拿来做的 嗯 还可以啊 香香的哈 嗯 嗯 再拿一个 刚吃完饭不怎么想吃 尝一下味道好了 嗯 胡椒也有 这什么 椰子油 椰子油是干啥的 这个是炒菜冰鱼 这个沙莲 外用的 这些都是炒菜 还可以炒菜 椰子油 这个最好的了 香香的 嗯 还有这个胡椒 胡椒 胡椒 胡椒也这边种的 这椰子油是怎么卖的 嗯 这个15块嘛 炒菜香吗 香香都不得了的 香都不得了 嗯 嗯 这里有好多这种 椰子做的工艺品 对 用这个壳做的 用壳做的 哦 这还能成猪做 这个椰子油就用这个肉炸的 这能成钱啊 这是什么 哎 这小篮子 小花篮 你看这个 这小狗啊 这小猴子 这个是什么 这是什么 猴子 猴子啊 这个用椰子皮整个做的 哦 这个是用椰子皮做的 整个 哦 整个 嗯 还有碗 这些是什么 不要 这椰子碗 搞笑的嘛 大白这个碗不行摔坏了 可以弄我椰子碗 我想要 挑一个小篮子 什么呀 可以 挑一个小篮子 挑个碗 碗便宜一点嘛 嗯 这里还有这个叫的男孩和女孩啊 哎呦好搞笑 男孩女孩 都是拿椰子做的 这里还有各种那个 椰子做的东西 好多啊 我好喜欢这种东西做的比较原始 哈哈哈哈 刷锅 刷锅的 这是瓢子 嗯 对 这个东西很简直 都东西的 椰子浑身都是宝啊 哈哈 拿两个碗吧 我们也有一个 啊 好啊 好看吗 好玩啊 曼玉在这个椰子林这边真的是疯了 嗯 我喜欢这个椰子做的东西啊 你累不累啊 我要提啊不给我提 提大袋哦 我还给你拿着吧 我们去前面看看那个椰子吧 好多椰子 嗯 我们去看看弄两个椰子 喝一喝 接接口 这些工艺品还是挺多的啊 嗯 好多 但是小玩也只有那一家有啊 哈哈 这个颜色的椰子我们没有喝过 嗯 椰子吧 这是黄椰子 对 对 黄椰子 黄椰子 8块 那边的5块 8块啊 青椰5块 红椰它树不一样吗 问一下老板 老板 品种不一样 品种不一样 哦 那个树 它的水是不是味道也不一样吗 对 就会甜一点 就会甜一点是吧 哦 是这外面这种树结的果吗 不是 上面就是绿椰 这个是绿椰 红椰很少 红椰很少 它的叶子是不是也是红的 红椰到叶林森树才有 叶林森树的 哦 树上面都是绿 哦 就是你那种 红色的都是绿的 哦 是不是感觉味道要浓一点 没有那么淡 有点气泡的样子 有一点点气泡的感觉 挺好喝的 清清爽爽 这边椰子卖的很好 感觉再冰镇一下就更好喝 冰镇一下 我们已经回来了 回来肉上 我们又买了两个椰子糕 还挺好吃的 对 还粘粘粘的 还比较压饿呢 留着做下午茶吧 今天收获麻烦 这么一大袋 天呐 都是椰子的东西 对 麦芸还是比较喜欢这种工艺品 对 就原生菜做的东西 就是比较能吸引它 看起来比较舒服 是吧 反正到海南嘛 海南这边特产就是椰子嘛 就是什么样的东西都可以去看一下 其实还是蛮不错的 在这里能体验那种感觉 对 能体验那种椰子文化 好了 如果来海南的话 其实可以到文昌这边来体验一下 因为这边是椰子最多的地方 也是椰子文化 应该是最浓厚的地方了吧 挺原始的 挺好的